我今天帶來這一道是香料風味的雞肉煎餅 這等於是比較偏中東的口味 今天香料會用的比較多 我盡量把它簡化 讓你們比較好買 那我現在開始來做了 買不到雞腳肉的話 你就用整塊雞胸肉回來剁成泥就可以 雞胸先切 一條一條 對 攤開 再切一條一條 再切成細條狀 再切丁 切細丁 等一下再用剁的 好 像我這樣攤開了 在剁的過程中間 它會產生纖維 就是雞肉本身的纖維 會產生黏性 都跟它有纖維照出來就好 差不多要煎完就會出來 不要剁太碎 等一下才有一點口感 有沒有 整個涼起來 你家裡如果有 那個膠類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那個香菜也一起丟進去 我沒有放是因為有人他不喜歡吃香菜 好 我們現在放香料 這個是小茴香 也有人說他叫孜蘭 那這個是芹菜脂粉 Colinder 再來甜椒粉 Aplica 再來就是薑黃 磨一點蒜泥進來 蒜有蒜的香氣 它的味道 雞肉本身沒什麼味道 所以多用一些香料跟薑蒜去提它的味道 好 這樣夠了 本來是應該放酸奶的 如果你那個酸奶不太好買的話 動物性的鮮奶油 然後常常在說 酸會讓乳蛋白分解 我現在分解給大家看 檸檬汁大概一匙左右的量 它馬上凝固 馬上凝固分離 酸奶把它去做就好了 這個味道沒什麼味道比較香 說真的啦 這個奶香味會比酸奶強 但是酸奶它有一股很特殊的發酵的奶香味 是這個沒有的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稍微取代一下 酸奶讓它進來 再來就鹽巴 打一點玉米粉進來 用玉米粉的用什麼 黏度 先一次不要放太多 放一點蛋白進來 不要太多 大概半個蛋白就夠了 好 我們開始來混合 車搬得很香 像在稀辣 這不是加快速度 一定要速度這麼快 不是啊 你慢慢的溜下來 這麼快的拉不下去 除了摔出空氣以外 把它黏性把它摔出來 好 拿個盤子來裝 我們現在來弄成雞肉餅的形狀 狀下就是圓了 好 握著這樣 稍微把它拍扁一點 因為它等一下受熱它會往內縮 OK 我們現在來煎雞肉餅 先開火 直接用大火嗎 對 直接大火 等它溫度夠了以後 我們再關小火就好 油不用太多 不夠再補進去就好 現在油溫夠了 我們開中火就好 你以後火開太大 等一下那個油煙會很多 直接放著就好 對 肉不能進口 對 那等它一邊熟了以後 它才會成形 不然你碰它 它會散開 火不要開太大 我就開中火就好 我們現在肉餅在煎 我們火放比較慢 這個時候可以準備 我們等一下要擺的青菜 你知道為什麼 剛火不敢開太大嗎 因為我們裡面有放 薑黃那些香料的粉 很容易焦 所以火不要開太大 不然你一個就炒會燙 香料很容易焦 尤其是薑黃 我們家裡要是有小番茄的話 可以在旁邊擺 讓它有紅有綠 兩個顏色的色沙配起來 比較漂亮 煎到中間的時候 看它有沒有熟 你輕輕壓一下 不是很鬆軟的 就已經差不多快可以了 你看這顏色就漂亮了 那翻過來的時候 就不用太久了 拿起來以後 這裡面還熱 放在盤子上面 它會繼續熟進去 你還要再留一分 留一分給它在盤子裡面熱 好 關火 我們今天的香料風味 雞肉煎餅已經完成了 其實那個香料是在買比較複雜而已 可是做起來真的很好吃 不用飛到中東去了 在家裡可以做做看 那要記得 分享 按讚 開啟你的小鈴鐺 謝謝 掰掰